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于考生来说早餐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吃够吃饱 尽量吃一些自己比较习惯的食物 最好是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 我们也要保证蛋白质的饮食 比如说蛋奶肉早餐尽量保证 另外再加一些蔬菜主食 我们高考的早餐千万注意不要吃太多甜食 因为太多甜食是血糖升高 容易使你的孩子昏昏欲睡 影响我们考试的发挥 具体到中午午餐吃什么呢 我们具体言则其实还是像早餐一样 也是要吃够 尽量吃一些自己比较习惯的食物 最好是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 我们优质的蛋白质必须忧心保证 我们高考期间中午是没有必要喝咖啡的 但是如果孩子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 也还是可以喝一些的 为了保证我们的精力充沛 中午睡一小会养养神也是挺好的 那晚餐呢 高考晚餐呢 我们就是说要晚上要注意早点休息 晚上早点休息 就是说如果吃宵夜的话 我们要吃一些像燕麦啊 莲子百合粥啊 芝麻糊啊 藕粉的热汤 热汤面啊等等都还是不错的 可以简单吃一点宵夜 但是应该是睡前半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 就是一般来说 酸奶会比牛奶更容易消化吸收一点 就是说我们睡前如果说半个小时吃东西的话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就是说半个小时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